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温哥华天空新闻 今天是9月11日星期一 我是Queenie 人民币汇率跌至16年新低 央行出手就市 即在人民币汇率日前跌至16年新低后 本周一央行出手就市 并已公布8月份强劲金融数据来拉动市场 今年7月中国银行新增贷款数量为3459亿元人民币 比上个月骤减89%呈现断崖式下滑震惊整个市场 除了中国股市肌肉不振外 上周五代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至7.3415 创下07年金融危机以来16年的最低点 央行11日发布新闻稿表示 中国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专题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讨论了近期外汇市场形势和人民币汇率问题 中国央行表示 金融管理部门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 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该出手时就出手 坚决对单边顺周期行为予以纠偏 坚决对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进行处置 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 另据道琼斯中文财讯报道 为抑制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 中国监管部门先前已连续出手 包括口头警示 上调跨境融资宏观谨慎调节参数 中间价中再度引入逆周期因子 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以及通过大行抛售美元等 第一财经也整理出中国央行 在金融领域频频释放的大招 包括今年年初以来 中国央行共有一次降准、两次降息 并出台了三招房地产金融政策 其中包括降低首付笔、二套房利率 存量房贷利率等等 路透社上个月引述市场观察人士表示 近期中国主要国有银行 忙于在境内和离岸及其外汇市场 抛售美元、买入人民币 试图减缓人民币贬值的速度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日公布外汇储备规模 数据显示示 截至8月末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601亿美元 较7月末下降了442亿美元 降幅为1.38% 加拿大要变天 保守党用这一招碾压杜鲁多 9月8日周五晚上 保守党领袖伯利智在一年前赢得党魁以来首次在保守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 加拿大人在下一次选举中将有两种简单的选择 伯利智表示 加拿大人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常识性的保守党政府让勤劳的人们获得丰厚的薪水 在安全的社区购买负担得起的食品 天然气和房屋 或者是一个鲁莽的联邦政府 杜鲁多和新民主党NDP来惩罚你的工作 对你的金钱进行征税 对你的食物进行征税 让你的住房费用翻倍 并在你的社区引发犯罪和混乱行为 为什么伯利智和保守党最近在公共调查中大幅领先自由党 原因可能至少向下面这样子简单 一方面伯利智不是杜鲁多 如果加拿大人对现在的现状表示不满意 或者只是厌倦了杜鲁多政府 伯利智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替代方案 而且是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伯利智承诺 如果他领导加拿大 所有目前看来成本过高的东西 比如抵押贷款 房租 汽车 杂货的成本都会降低 也就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人之常情或者是常理 这就是保守党党魁伯利智这些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的话题 常理 因为这也是大不多数加拿大人当下最担心和最关心的事情 伯利智现在谈论的是杜鲁多政府正在努力寻找简单答案的所有问题 通货膨胀 住房以及委婉的称为生活成本等问题 强调的是普通人民生活中常理问题 这些事情可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 而且可能会带来一些加拿大人可能不喜欢或者是不欣赏的后果 例如自由党已经把一些联邦资金与新房建设进行挂钩 至少目前还无法知道伯利智所说的减税和消减开支承诺如何发挥作用 无论如何 伯利智所提到的加拿大人的焦虑和沮丧的生活是真实存在的 加拿大人正在应对通货膨胀和房地产市场功能失调的现实后果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难看出伯利智在演讲结束时 所描绘的一幅50年代田园诗般的画面如此之富有吸引力 店主清扫店面 孩子们玩街头取棍球 年轻夫妇坐在前廊的鞦韆上 享受舒适和财务安全 但2023年夏天 加拿大这些疑人的景象也被山火或浓烟击碎 被迫逃离家园 甚至房子被烧毁 由于山火烟雾 有房的人可能也很难待在外面 因此 现在只要不做杜鲁多并承诺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 似乎就可以赢得选举的胜利了 加拿大唐人街音乐绝续案 三人被刺 周日下午6点 温哥华唐人街第三届灯光节接近尾声 就在这时 原本欢乐的气氛突然被尖叫声和骚动的人群给打破了 据警方介绍 三名前来参加音乐节的人 在哥伦比亚和激活街的音乐节舞台附近遭到一名陌生人的袭击 好在目前三人体征平稳 没有任何生命危险 袭击者是一名60来岁的男子 目前已经被关押在监狱之中 警方暂时并没有透露该男子的族裔以及其作案的动机 温哥华华裔市长康辛随后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对此次袭击事件做出了回应 他说 我们的心与那些受到这一暴力行为影响的人同在 我们祝愿所有受影响的人们早日康复 并向他们的家人和亲人提供我们的支持 袭击事件发生后 基金会主席卡罗尔里发表声明表示 华人社区的安全和福祉是重中之重 该组织将与市政府进行密切合作 协助警方进行调查 我们对唐人街灯光节期间发生的事件感到心碎和震惊 代表温哥华唐人街基金会 组委会和社区 我们与受害者及其亲人同在 社交媒体上的网友们也为此炸锅 纷纷为确保唐人街的安全而发生 有人惊呼温哥华不安全 也有人向市长直言 即使是在奥运村 东温 当然还有唐人街和戴茨的附近 随机刺商事件也是有发生 你说你要确保安全 您能说清楚您实际上打算为此做些什么措施吗 还有网友质疑 席局者多久之后会再次回到街头并伤害更多的人 最多三个月 如果我们幸运的话 这个人应该无限期的被安置在不能伤害其他人的地方 感谢您收看温哥华天空新闻 我是昆宁 我们下期再见 男朋友演 side 男朋友演出过 kullan بعد 男朋友演出过来 男朋友演出过来